並在運通 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很抱歉 老船長今天戴這個口罩上節目 不是標新立義 而是怎麼樣 我去做所謂的醫美 講好聽的就是醫美 臉上有所謂的線體 要用雷射把它打掉 這個口罩是怕紫外線 拿下來也不好看 怕嚇到觀眾 所以老船長就只好戴上口罩 但是我堅持要來上節目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在看我的節目 很多事情大家依賴我的節目 看看未來怎麼走 股票現在該怎麼辦 所以為了專業我一定要認真負責的 很有機會怎麼樣做突破 我是不是這樣子講 因為從一開始我就說台北股市 它就是一個怎麼樣 多投行情 再看遠一點 我說根據道士理論 任何的拉回都是絕佳買點 絕佳買點 對不對 包括這一次 前一陣子到這邊的時候 老船長說你們放心 道士理論說這個叫做刺激趨勢 他會往上走 壓回到這一天你們嚇得要死 人家跟你說要天天大跌要崩盤了 老船長說不用擔心 這個地方也是一次很好的買點 好 那現在來到這邊了 接下來你注意喔 接下來你注意喔 只要稍微放量 我認為就有機會來突破這裡 因為最終大家要注意這檔股票叫做什麼 沒有叫你買 叫台積電 台積電我認為它會帶領台北股市 邁向另外一個階段 畢竟台積電現在才多少錢 才311啊 在老船長心目中啊 台積電喔 應該還會再漲一段 所以台北股市你千萬不要去 指數你不要去看空 你看你最近去放空股票 放空指數的 或是選擇權你去買put 輸得很慘 所以節目你不能夠亂看 對不對 人家講完不用負責任了 明天崩盤 明天外星能攻打地球 講完以後 你放空喔 放空棋子喔 被告 不好意思喔 我沒有在做棋子 那跟我無關 我是在講大盤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 啞巴吃黃蓮啊 有苦說不出 但是如果你看老船長的節目 你選擇權你會買扣 對不對 你棋子會做多 然後你股票怎麼樣 不會賣光光 你會做多 你至少怎麼樣 不會被嘎嘛 尤其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叫洪捷科 很多人跑去放空他 到了昨天 洪捷科還有6000多張的券 券之比高達50%以上 所以去空洪捷科的朋友 你們真的要小心要注意了 等一下我會講這檔股票 那你為什麼會去空洪捷科 絕對不是老船長叫你空的 對不對 應該是怎麼樣 空頭老書叫你空的 或是他怎麼樣 告訴你台北股市要崩盤了 那你就怎麼樣看洪捷科 前一陣子不是跌嗎 你現在看他漲 你看他不順眼 那你要小心 我的測標寫得很清楚 台北股市有可能 再走一段新的行情 那這時候你要壓對什麼股票 我旁邊寫得很清楚 他一定是本來強勢的 然後呢 只是前一陣子 他有怎麼樣做壓回 我下半段的節目 就講得很清楚 所以你千萬不要轉台 因為你一轉台了 你不知道要壓什麼樣的股票 明白我的意思嗎 好 那老船長你現在要講什麼 我認為我上節目就是一種責任 那我最近有幾件事情要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我非常看好亞太電 這個連小朋友都知道對不對 但是昨天我講一句話 你們有沒有聽 我說 我說亞太電 我昨天的節目我才講 我說亞太電 他最近可能會開始在這邊整理 我有沒有講 老船長你好像有講 原因是什麼 我給你們看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昨天會這樣講 我說 5G的競標 12月10號開始起跑 我昨天拿這張給你看 然後我算一算 我說扣掉假日大概有10個交易日 他才要開始怎麼樣 進標 那你做人要低調一點吧 還沒有標到你股票就先標 那萬一沒標到那不是搞笑嗎 那就算很有把握標到 股票也不能夠先標嘛 人家說你內線交易 我昨天有沒有講很清楚 老船長你講得非常清楚 好 所以我說亞太電他應該怎麼樣 在這邊混 有沒有 既然你要在這邊再混10天 那我們要不要浪費這10天 不要吧對不對 所以我才特別強調 我說你有亞太電的朋友 我成立了什麼樣 亞太部隊 各位記不記得這一張 你有沒有打電話進來 好 我說你有亞太電 你就打電話進來 你沒有你就不要打 我有沒有這樣講 有 那你有亞太電 你打進來 我們有沒有通知你出亞太電 有對不對 為什麼要通知你出 因為他會在這邊混 混一陣子 我們不要你浪費時間 那出了以後 我們也告訴你 我們要進什麼股票 至於你要不要買 那是你的選擇嘛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做這件事情 有沒有通知你出 有 那你有亞太電 你沒有來參加我的亞太部隊 我請問一下 我怎麼通知你 用通靈的方式嗎 好 如果你又接得到的話 我就在辦公室 用通靈的方式 通知你出亞太電 我先講亞太電 我們不是不看好他 我剛才已經講前因後果 他現在要進入整理 不要浪費這10天 對不對 到時候我們會找機會再買回來 那現在呢 先做其他的股票 有一個誰的名 因為你看台積電 台積電已經要壓不住了 他已經走了這一段了 他準備要怎麼樣 往上攻的樣子 跟大盤一模一樣 有沒有看到 所以台北股市 將來要再往上走 就要看誰 要看台積電 那我請問大家 台積電漲完了嗎 你如果覺得還沒漲完 那跟我想法是一樣 那如果你覺得漲完的話 那你就不要做多 甚至你可以去股票賣光 你可以放空股票 我沒有意見 這個市場其實是 我覺得這個市場是很自由的 但是呢 老船長很不喜歡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明明是說要跌死崩死 然後呢 節目上又不承認 錯了 有的時候我們錯 我們就跟觀眾道一個歉 為什麼 因為人家跑去放空 被嘎死了 人家做棋子輸死了 人家買選擇權 買put輸死了 人家放空股票被嘎死了 你胡說八道的人 都沒有責任嗎 對不對 人家相信你是分析師 你有專業 然後你把自己講得多麼神準 對不對 然後呢 結果跟事實不符啊 說會死啊 說會崩啊 結果我們不但沒有崩 越來越高怎麼辦 反正被嘎又不是我 他愛聽他家的事啊 我只要在節目上對不對 歐龍誓導啊 就沒我的事了嘛 這個是老船長不能夠接受的 我相信頭顧 講到這個頭顧業 就是大家對頭顧業的印象 為什麼那麼差啊 就是因為很多的人隨便講不用負責任 你像我 我今天一坐在這邊 我第一件事跟大家報告 對不起 我因為做這個手術 太難看 不要嚇到觀眾 這你要跟觀眾打個招呼嘛 不然人家以為你是來賣藝的 是不是 好 第二件事情 我就要交代亞太電 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第一件事沒有看話 第二個 他會橫向整理的原因理由 我都跟大家報告 是不是 然後資金怎麼樣 亞太電我買7塊多 8塊多出 小賺沒關係 我們把資金移往什麼地方 就是我測標寫的 等一下 我會分析給各位聽 那你們看我的節目 你就會覺得說 我今天我看老船長的節目 不會被他當作豬腦袋在耍 怎麼我今天看這個 明天他要跳另外一個 後天又不一樣了 那前面講的都不算 這不是我骨海老船長的風格 因為我常常說 我做節目做給觀世音菩薩看 我手術自己死 對不對 那你們覺得說 這是劃眾取寵 或是標新利益 隨便 只要你敢 每一集 十幾年 十幾年 做給觀世音菩薩看 然後手術自己死 我說過頭固業 任何一位老師敢這樣子做 我一定退出頭固業 因為我相信神明 我不敢騙神明的 那有些人敢騙神明 那是別人 我不敢 那你們覺得我講這個話 是在開玩笑 那表示你心裡面沒有神明嗎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你們很安心的看我的節目 你不一定要參加我的會員 對不對 你現在參加其他的會員 你不是輸得很慘嗎 但是你的老師是不是永遠大賺 我講的對不對 老參長真的 之前都以為你在開玩笑 真的就像你講的 他節目上永遠大賺 一支接一支賺 賺完這一支接一支 問你要不要跟著一起賺 結果參加就是一個字 是 哪有分析師每一支都賺的 一個分析師在台灣 可以做到像我這麼誠實 誠信 敢跟神明就只要自己是的 已經是異類的你知道 而且我提出任何的證據 我都敢掛五億八千萬新台幣保證 就像你來參加亞太部隊 我們今天一定要通知 所有人要請他們先賣亞太電 然後我們資金要轉往哪裡 這老參長這個動作一定會做出來 那你沒有打電話來登記 沒有參加亞太部隊 那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各位說是不是 那接下來要怎麼做 下半段節目就很重要了 導播 今次都會出現 顶尖领航者 谷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 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得投顾老船长 是您谷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得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得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抢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能拥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得投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剧检及剧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翁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好 我再提醒一次 你有亚太殿 你没有打电话来参加亚太部队的朋友 所以你不知道要换股操作 你当然没有办法接到通知 那你现在还抱着亚太殿 没有关系 你放心 他会在这边上上下下震 到怎么样 要投标的时候 那个时候态势比较明显了 所以你不需要在这边 随便乱扛股票 那但是如果你想要换股操作的 接下来你就要仔细听了 你说那这个接下来八九天 我也不想等 那你就仔细听好 台北股市 这一波涨到一万一千多 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散热模组 PCB 还有PA 三个族群 对不对 我先给各位看星星 星星就是所谓的PCB 有没有 他是最早怎么样 冲出来的族群之一 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最强的族群 杀得很凶这一阵子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在获利了结的时候 人的天性 人啊 天性 喜欢卖那个怎么样 赚最多的 尤其是法人 他的部位怎么样 又多 他当然是怎么样 从上面开始往下倒 反正他底部买了很多 他这样倒倒倒倒倒倒倒 他都是赚钱的 他不会去倒那个位阶很低的 认不认同 认同对不对 所以你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明明之前你PCB 尤其星星最强 怎么这一段叠这么凶 这是一个 我再给你看散热模组 双红 有没有 也是最强 对不对 然后摔死 摔死 怎么会这样 就是我跟你讲 他两百多块 外资卖起来很爽 一张提二十几万嘛 那明明之前是最强的 现在怎么会这样呢 你又再一次问号 对不对 我们来讲第三个问号 TA 生化家 洪杰科 有没有印象 有欸老船长 我看你节目都知道 洪杰科杀下来 大家也是觉得莫名其妙 我跟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要再杀了 你不要再打了 然后怎么样 果然 开始涨 诶 欣欣有没有涨 看一下 欣欣没有涨哦 奇怪了 那 欣欣没有涨 双红有没有涨 双红没有涨 为什么你洪杰科涨 所以你要注意哦 每一波 它轮动的次序 不尽相同哦 股票市场它没有一定的哦 你自己脑筋要反应过来 不管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哦 现在就是之前最强的一波 拉回来最先往上走的名字叫做洪杰科 很多人脑筋还怎么样停留在这里 这边死啊 这洪杰科看好死啊 结果你看 龙卷一路飙啊 导播字帮我拿掉哦 看到没有 龙卷又开始飙了 有没有 到昨天有六千多张 今天搞不好又再继续增加 洪杰科我告诉你哦 我直接跟你说你不要看反弹哦 你看回声 老船长你再讲一次我没听懂 你不要看反弹 你要看回声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弱势的股票 你把我的话记住 如果在一个空投市场 又是弱势股票 它涨你只能看反弹 没意见吧 真的没意见 但是如果在一个多头市场 强势的市场 它又是曾经最强的股票 它的反弹 那不叫反弹它可能开始要回声 你要注意哦 我认为洪杰科有机会哦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哦 所以有去放空洪杰科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去放空洪杰科 你是看他不顺眼呢 还是之前这个样子你觉得要跌了 所以有时候投资人就是很好玩 看这个样子好像要跌 可是老传长说 这边千万不要再杀了 他就开始涨了 对不对 那你不相信我的人 你可能被嘎死了 或者是你是跟着老师 老师带你去空的 那结局都一样 你反正就是被嘎嘛 那你知道吗 洪杰科哦 他的卷资比高达50%以上 这个这嘎下去会很可怕耶 那老传长一定会往上嘎吗 股票市场我不敢讲一定 但机会很大 有一个什么名 大盘 我再讲一次 这很可能随时冲出去哦 这是台股加权指数 为什么 看这一支台积电 这已经横向整理多久了 各位一个月有了吧 有机会哦 我们来到股票市场 你不要讲百分之百 那也都碰碰都是吹牛 我们只要讲这个机会大不大 你现在看哪个机会大 老传长 这样子分析起来的话 洪杰科 应该是有机会回升哦 因为他过去是最强哦 所以他不应该是什么反弹 再下哦 所以你空单你要小心 那你亚太电 你只要参加亚太部队的 我们请你出调了 对不对 好 你说出调以后 我也不知道买什么股票啊 那你今天看完我的节目 甚至今天盘中 你就应该知道 是要做什么股票了 对不对 那你今天看完我的节目之后 你就知道 为什么要做 最强势的股票 但是怎么样 最近拉回的 那你还不能做措支哦 你如果做到那个什么 双红啊 星星啊 还没有 只有红杰科哦 你看出来了没有 你每天在看双红 有没有 还没有这个现象 人家红杰科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 星星呢 还没有啊 只有红杰科来到这个位置了 所以你把心静下来 你听老船长说 你就知道你的资金要移往哪里了 对不对 那等到亚太电 招标越来越接近了 好像有人知道什么事情了 也爆量往上攻了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再度把亚太电买回来 因为现在时机不对 做股票要讲求时机 那老船长不会丢下你们啊 我既然这么看好亚太电 我有可能丢下你们吗 只有你们丢下老船长 因为证据都在这里 我可是有请你来 说有亚太电的 一定不要钱 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我们要出一定会通知你 我没有讲 每个观众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我有讲 你一块钱都不愿意花 你都不愿意打 所以你不要去怪任何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做节目 我敢做给观世音菩萨看 我该交代的 我该说的 我绝对不会骗人 我会因为这样就看 所以小朋友亚太电吗 不可能嘛 亚太电非常看好 只是现在时机不对 现在的时机最漂亮的 第一时间你要锁定什么 红杰科 老船长我天生对红杰科 就很感冒 我就不喜欢做多他 没关系啊 这一支你注意看 他本来是最强的 他又跟星星 又跟双红不一样 因为星星跟双红是杀到这边 有没有就停了 他不是他再破底 看到没有 他破得比较深 这种破得比较深的 你可以先看他反弹 这跟红杰科不一样 红杰科你可以看回升 这一支叫联帽 他是PCB的 高频材料的 5G一定要用的 订单满满了 今年EPS上碳接近8块左右 这一段是绝对是怎么样 被错杀的 他没有像双红猩猩有指叠 他到这边又再多破了一段 所以星星跟双红怎么样 没有这一段反弹的 听得懂吗 我认为他会先反弹到 星星跟双红的位置 就大概在这个区域 看到没有 这个价位在这里 看到没有 自己看 自己看 所以看你的个性 喜欢哪一种 那我一定不喜欢红杰科 我就告诉你 联帽叫做先强反弹 红杰科叫做回升 红杰科一定比联帽要来得强 但是联帽 注意听联帽 他来到这个位阶之后 他一定要经过整理 他才有可能再上 你说联帽一定会比红杰科不好吗 也不是这样看 因为红杰科毕竟 我们说股票 你的位阶越高 你的风险越大 对不对 那联帽在这里 所以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一件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 都是做多 我讲得很清楚了 你喜欢强反弹的 联帽不错 你喜欢做回升的 红杰科不错 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怎么样 放空红杰科 没有错吧 不然到时候你被嘎 你要 你龙卷被嘎你要回补 你补不到 你要不到卷你知不知道 现在已经五十几%了 今天又不知道多少人 跑去空红杰科 就看他不顺眼 对不对 因为之前跌很多 这应该跌死 应该死 结果没有死 往上走 股票市场 常常 那个结果就不是 散户朋友所想的那个样子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如果有这种感觉 你今天看完我的节目之后 你一定要朝 我跟你讲的这个方向去做 你要把你的执金移过去 那你真的要等亚太电也可以 我说过 我们会找时间 把他买回来 这就是你看 老船长的节目跟别人不一样 我讲什么事情 我一定会交代得很清楚 我不会说反正观众没有 也不知道 怎么样 我不是这样在做节目的 好不好 我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耐着兴致的 看我戴这个口罩 在这边讲节目 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可能明天还要戴口罩 可能要戴个几天 希望大家能够怎么样 多包含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一起来印证 看看我讲的红杰科 或者是联帽 有没有真的在网上攻 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只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队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 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固得投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灯 固得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固得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享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轨拘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固得投顾 洽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古海茫茫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队 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 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 掌握致富关键